今天是礼拜五了 明天周休假日到哪里去玩呢 阿里山樱花镜昨天开场 也吸引了大批民众上山赏樱 尽管公路总局是已经失实了交通管制 但车潮还是挤爆了阿里山公路 平常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要花三个多小时才能抵达景点 周休假日明天后天赏花 有可能塞车的时间还会再增加 不过这个时候呢 有旅馆业者是推出了商机 一个晚上要价30万元的总统套房 树林70年的樱花王 开满一朵朵雪白樱花 游客拿起相机一拍再拍 还是闲不够 整片粉红花海 由不同花种的樱花柱交织而成 风云吹过花朵飘落 游客们就这样沉浸在 浪漫到不行的花雨中 阿里山樱花季从15号开始围起一个月 估计每天都会有上万民众上山 欣赏这一片粉红樱花海 有旅馆业者也趁着这一波观光人潮 推出天价总统套房 挑战消费者荷包 总坪数137.5坪 里面设有中西餐厅和会议室等 大量使用阿里山块木和幼木 一碗就要价30万元 旅馆大厅铺着桂器深红色地毯 大厅都是进口大理石铺成的 一上顶楼就看得到群山美景和花海一片 表表说阿里山是一个原木的故乡 强调不是卖奢华设施 而且以台湾的总统套房来说也不是最贵 这样的价格还是令人望之却步 不过业者还是信心满满 阿里山现在一片美丽花海 能上山来赏花 即使不住总统套房 能亲眼看到这难得美景 这一趟也是只回票价 重天新闻和郭文刘盈璇嘉义采访报道